Hollywood 這個劇情當然講的是 泰語電影時代的編劇跟她的劇組的 一個經歷過的一些故事 一群人在面臨這個時代的 洪流變遷 然後在這個生活親情 友情愛情之間的抉擇 一起勇敢的做夢 雖然離我們有點距離的故事 可是卻可以感到到美 它其實是我們寫給劇場的人 寫給電影人 甚至寫給每一個你有熱愛事物的人的一封情書 那這是我們每個人 就是你對於生命有熱情的話 應該都可以去從中得到一些感動跟能量 好萊塢的歌每首歌都蠻有意思的 那我覺得最好玩的當然還是續曲中的有一段 我們都說是這個人民大亂鬥 帶出了一連串傳奇的人物 不管是演員或是導演編劇 然後所以有一段的歌詞就是 大概十幾個人排在一起 我們就嘗試把它製造成有點像是rap或念唱的感覺 所以就變成了很有趣的作品 它就是 那個時候我記得那個歌人民跑出來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一個是排序 哪幾個怎麼排唸起來聽起來比較順 然後哪幾個唸國語哪幾個唸台語 然後音節怎麼排可以成為一個有個節奏的感覺 7月31到8月2號 台灣有個好萊塢 就在台中歌劇院的大劇院 音樂就在台中 跟妳來 9月31日 1月3日 4月3日 5月3日 9月4日 5月4日 5月1日 5月5日 5月3日 6月4日 iz ya pick ya pick ya pick ya